KT是以一个比较大的优势获胜 看第二盘 Tiger能不能从BP上稍微做一下调整 市场拿一个前期有竞争力的阵容 就不要搞得自己前期那么僵 镜头又给到Score Score这边想的就是哥再拿一局MVP 我觉得今天这地位就无人撼动了 好吧 截止到本周收官 我可能就能一直保持第一了 Score确实以前打AD的时候 我就蛮欣赏他的 他打AD的风格有点 有点像Band那种风格 不死 我跟你说这个人打AD就是 啥都可以 但是我绝对不死 你为什么不说散言 看不起散言是不是 跟韩国人对比 就他在LCK我觉得 就有点像那种Band那种风格 就风格上来讲的话是比较相似的 但是就TTB那几年吧 一直没捞到什么冠军 我记得他们好像拿了个什么亚师赛的冠军 就那个亚洲室内锦标赛的冠军 除了那个冠军以外 像什么世界赛 包括当时欧金 因为是有春夏冬三个赛季 就当时2013年还有冬 就是三个这种冬季赛 当时都没有拿到 第二局VP开始了 然后赛格是在蓝色方 蓝色方向对VP会稍微好做一点 我觉得这局可能会更得心应手一些 先把马尔加汉 我觉得这个真的把蓝博限制一下吧 没必要蓝博这个英雄 我觉得打打smab 或者打马瑞这种选手可以考虑办 而且你在蓝色方啊 对啊你限制一下吧真的没必要的 那KD这边我觉得搬的就比较朴实 因为强队在面对这种 再来个乐福篮 对他红色方肯定搬的很朴实 就版本强是我搬了就行了 对看一眼你第三手搬不搬青钢影 你不搬我可能第三手把青钢影 我觉得这个版本青钢影 说实话 我觉得他的那种作用 或者说性价比还不如选蓝博 我感觉这个版本青钢影没有蓝博 那么那么稳当你知道吗 每次选出青钢影就感觉 要么就被counter要么就怎么样 这手他青钢影一般 就主要是觉得我别的也没什么可搬的 我就不拿这种有可能让你出现问题的影 有可能出现问题 但我觉得如果说Tiger里面选个青钢影 我感觉smap有很多方法可以打 对吧现在有杰斯 对吧现在鳄鱼杰斯 包括那个剑击对吧都可以用嘛 杰斯这边放出来了 抢了个男枪 哇这边是很给Skull面子啊 那杰斯我觉得可能要选了吧 杰斯也比较符合KT的一个风格 哎一一一加杰斯 然后拿个翠神 翠神我感觉这个版本很垃圾 也不是很垃圾吧不行了我觉得有点 抢了露露 哎这边不拿杰斯啊 嗯杰斯杰斯队不拿杰斯 那可能Tiger自己要打了 可能Tiger要打 我感觉一一跟杰斯一边挺难输的 哎 确实感觉LCK他们对于版本的敏锐程度还是挺高的 就近稍微虚弱力点点就直接就现在的地位就完全不如ETKT了吗 哎 我觉得其实也还好吧 对我觉得竞争英雄还是挺强的嗯还是拿太强 今天脸蛋让这个英雄拿的两把都很普世哎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觉得对线可以说是现在上单第一人的情况下也不想耍花枪了 而且今天我比较诧异的是为什么没换EXO上来玩一局 因为EXO这个选手其实跟Micky两个人原来吃出同门 嗯都是Africa走出来的哥俩 两个人都有点那种就是甭管你是谁我对线就是你强认你强我强性给你五五开的这种 太可现在他们的主力阵容还是在一个轮换嗯 对就主要还是上单特别是上野吧嗯好 哎这边要拿大树了嗯 7.4的树 大树这个版本确实一般我觉得但是这边KDR选造了哎这盘倒是挺意外的啊杰斯泰坦是吧第一楼都没人拿拿了个大树 拿了个是 刚才现场是挺多那个Rose Tiger的粉丝对小朋友 他一个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比较传奇的队伍啊你想他们遭遇了那么多的变故 能拿到当时能拿到世界世界亚军我觉得已经是很难很难哎包括在上个赛季就去年那真的全胜时期说真的也很颠送吧这个世界 开个去年跟SKT那场BO5 依然是我认为现在就打了这么多年英雄联盟看过最精彩的一个BO5 用水平最高的一个BO5 那个BO5真的是 那那个才叫火星壮地球 这人写的中文 加油啊 smap 这是不是中国过去的观众 现在很多那种 过去的那种或者是留学生吧对吧因为韩国留学生也蛮多的嘛 八条跟狐狸啊两边在最后一半都是办了一些中单 近狐狸的热度感又上来了感觉去备一些对待 哎哎哎哎哎 什么结结吗我觉得不是因为热度上来了 我觉得是因为miki这人狐狸之前玩了两把玩都特别 而且mvp那个中单 他玩狐狸玩挺好的吧对对吧就他有一些个人选手就很喜欢玩这个英雄 然后带带热了我感觉还是拿了辛德拉 嗯 好 哼 我觉得上单留了康特位然后SKT这边就是9桶打野 9桶就SKT这个人你懂的对他就特别热衷于这个英雄 哎现在这个版本其实对SKT来讲还有一手他的老兜底英雄 我不知道这个赛你能不能见到这个赛吗 签诀啊签诀啊签诀这SKT的老兜底 但我还签诀现在不强啊 又加强了一点点又加强了又加强了 那个印记刷新时间又快了 但是我感觉这个英雄现在节奏还是有点怪怪的哎嗯不太符合这个版本 太坦太坦又打大树吗哇这个不激情了呀这番杰斯也没人拿 这样还求一个中单中单这边先抢然后胖这边是要做一个康特 瑞兹瑞兹最近也有点走下坡路啊又是削弱了一下又是削弱了 那个法术暴击的伤害直接削弱了 对的 打瑞兹选择还蛮多的 这种东西我觉得还好因为我说实话瑞兹这种英雄薛伤害其实不伤其本 他的机制对他的机制包括他的这种打到后期的那个主要是法术暴击不是重点重点是他那个弹射哎 但确实还是影响了他一些爆发 这拿捷了呀我啊这种拿捷没问题的胖精英的捷 走了好嘛 啊这场中路还挺好看的这样 可以这个阵容我们看一下 呃杰的单带进场然后配合一个很扎实的一个团战阵容 就是这个阵容其实说白是个4加1好吧 杰一个人玩自己的然后其他几兄弟玩自己的 然后他一个这边的阵容就算是一个比较常规的团战阵型 但是有瑞兹跟扇子妈就可以加强一下自己的机动力 我觉得还是拿的比较不错的吧 但是这个阵容现在他一个是画了个数啊 我那个喵凯就这个阵容我觉得他一个又很怕一个事情 啊对线千万不能 我对线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盘对线我还可以我感觉还行 没有上盘那么崩 上盘上盘 因为是大嘴跟泰坦两个点在线上压力很大 这盘的话我觉得线上组合选的比上盘要好很多 而且KT这边也是没有拿到特别强的线上英雄吧 而且这局Score拿九筒的情况下 我觉得前期不像男枪那么有压制性 九筒 哎这个人也是怪啊 他好喜欢九筒打野啊 Score 对啊他好喜欢 比较符合他的风格吧 我觉得他原来就贼喜欢青筒打野 然后现在也好喜欢啊 我对他雷克赛印象很深 我感觉他雷克赛真的是特别强 他的风格我觉得还是在打野里面比较扎实的 但是这个人你说他石草吗 但他凶的时候又能凶得起来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难对的 就我觉得这是他跟Ambition比较大的一个区别 哎就Ambition是属于石草吗 真的很石草可能石多了牙美了 哎对牙可能退化了 Score这边还是保持着一些比较锋利的一些牙 是的 你知道原来有一种石草的孔对吧 叫剑龙 然后我小的时候看那个百科全书就说剑龙虽然石草 但是他也是那种性格很很暴力 是吧 对 就他如果你跟他打起来 他也会非常凶猛的 就他也可以持肉 三角龙 哎 哎三角龙跟剑龙是不是一种啊 不是一种不是一种 三角龙是头上长脚的 剑龙是背上长的那种菱形的那种突起物 啊 三角龙他那个他有一个花环 他脖子上长了一个那种 那种环 哎 小时候很喜欢这种恐龙的这种模型 哎 一个是模型 还有小时候很喜欢恐龙那种就是百科书啊 哎 那会儿 一本那种彩绘的那种书很贵的 嗯 就那种同版纸印刷 16开的大本 嗯 一本要好几十块钱 那会儿就感觉 骗骗我爸说是那个 自然课要求 必须要买 然后买一本回家自己看 可以 这一盘要猜个我觉得他们的阵型选择 比上盘要好很多了 哎 比上盘要稳一些 主要还是KT这边没有拿那种特别凶的前中心 线上能压的那种阵容 是的 而胖眼这边又是带了一个进化 胖将军打劫的话 我感觉他的风格还是比较的偏带线的 哎 是的 他不太追求说我线上能压你或者能能单杀你几次 但他的 对于中后期兵线的处理我觉得做得很好 哎 这边赶紧一下 这边抢F6 谁抢的多一些 这边南枪好像是抢到一个 孟儿现在拿了两个 两个 还可以三个 赚了赢了 好 那这样的话 2比3 没有没有 修赛 泰坦拿了两个 泰坦拿了两个 大的刚才好像是被KT拿下来是吧 大的是被南枪 大的是被瑞兹拿下来的好像 因为九筒就前面补了两个 然后就没拿到了 哎 这边还行啊 泰坦是吃到了一轮经验 我这样泰坦很很舒服啊 很转的感觉 是的 泰坦是马上到二了 他这三个运程兵吃完就到二了 中国瑞兹这边因为是拿了F6的经验 所以现在也到二了 哎 这波F6打完 你别说泰坦是对线还都很舒服的 对 这波F6打完感觉很赚 现在下路 抢到二了 哇 这波消耗打得很好啊 我跟爱希技能全中 哇 这有点过分了吧 这边感觉想 这个红感有了 想三Buff开啊 看九总这个走位的话 这个红应该是没了 把这波消耗打得很漂亮 而且这边有点受不了了 而且他正好触发了那个护盾 防一塔那一下没打在肉上 这怎么感觉打起来 kt线上有点小崩啊 中上两强线吧至少 下路的话感觉压力也挺大的 这边扇子妈过来做一下视野 现在九筒应该也清楚了 我觉得他这么久 没有去自己的红bub野区 可能也是默认自己的红已经没了 因为第一波的对拼 确实是九筒这边是 输了 而在杰中路冰线压力很大的情况下 杰又不可能支援自己的红 所以这个红就kt里面直接让了 那这样的话 其实这个眼做的也很好 泰哥这个眼做完 Score上面也去只剩一组石头人了 他只能去刷这个石头人 但是他去刷石头人 那自己的位置就暴露了 哇这几波打下来 感觉kt的上中野 在前期都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看了眼红没了 那可能要一上去打石头人 心都碎了 哎然后被眼看到了 这个眼卫确实现在上单坐起来 感觉性价比很高 因为你一般都能看到东西 因为你一般第一轮刷眼 你不会刷石头人 对石头人太磨叽又伤 然后你第二轮来刷的时候呢 上单这个眼卫坐在这 能看到你的位置了 给了个盾单这波换血的话 还是 Dave在这边小亏一点 而且Dave在这边是个多蓝剑 只有一瓶血 对多蓝剑出门的话 感觉这个局面就很难搬回来了 对 马哈这边又被消耗了一下 哇马哈这边打的有点凶啊 哎 马塔这边是个风雨者路路 嗯 风雨者 也可以吧 这两天其实我们看得下雷天风雨 稍微多一点 哎呦我上了四八谷 好难受 感觉第一波的F6争夺战 开个这边拿下来之后 好像KT在前期的线上有点压力啊 哎 小飞机照了一下 哎 进化解掉 还好瑞兹这边是打摔了风旗 跑掉了 这波的话进化解了个禁锢 胖家军这意思是想杀呀 我看 对想配合九总过来压制一下Miki 哎 这波Miki又被看到了 这波怎么说 九总一个一闪 这好像是个闪现翼吧 但是没有杀到人 发现这边还想杀Miki 闪现一刀直接砍死 哎 但是自己应该是也走不掉了 这边有红 九总买的很特定 不是的 不管了 吓唷 下了David这个血量很低 但David在这边治疗 刚才拼了一波已经交掉了 对方也交了治疗 还想打 减速到交了个闪 这波的艾希的双招 也被打了出来 哎 Mata最后补的这个闪耀场 现在很漂亮 我觉得这波要是雷霆 有可能杀了 你信不 但Miki刚才还是有点贪 你觉得吗 就他要是 往下再走一走呢 对啊他很清楚 这个九总在哪里啊 他如果从上面 从下面走的话 应该就 别跑掉了 我觉得 南枪这个状态过来的话 九总跟杰是完全打不了的 哎 这样的话是一个中路跟中路的一换一吧 但是不泰坦TP交掉了呀 泰坦刚才TP交取消掉了 他本来想传上面那个眼位的 嗯 我觉得这波 Miki不细节 因为上面有个眼 你看到九总一赛 你其实可以直接交闪 把九总那个一躲了 我觉得就完美了 不细节是不 但总而言之对线还是舒服 从一级开始经验领先 Miki这边对线就很舒服 这个泰坦怎么压这么多刀 这有点夸张了吧 大叔虽然这个版本削弱 但是我觉得也不至于被压这么多 这波兵线应该有一点了 冰线应该可以稍微搬回来一些步道 我觉得压个六七刀已经很极限了 就压一波兵已经很不错了 到又被看到了 感觉前期泰哥的眼斗步的很不错啊 这张死高到哪里都能看到 哎 这时候Mata过来要减轻一下世界上的压力了 我赶紧交手 六级南枪很凶猛 泰坦也在旁边 这盘泰哥感觉联动也打出来了 哎 现在KT在前期稍微陷入了些小被动 倒也不能说烈士吧 但是确实有点被动 就节奏不好打了 对 还在下路的倾线情况的话 也不像上一盘能压那么凶 哎 如果下路的线一直推不过去塔推不掉的话 那Mata这边也是不能去游走 就很难帮队友缓解压力了 对 哎 旁边这边自己要扩篮 有眼 理清一下中路的视野了 哎哎哎 那Muff秀了一波 极限反杀 让他走回去就好玩了 Snaf现在 下面EJ给个盾之后过来凶一下 我觉得这波是洋装身后有人 因为刚才确实视野里也没有对方打野的位置 然后自己下路视野做的又不好 这两个针也是看到了南枪的走位 南枪过来稍微要被截逼一下 现在还是中野上面来讲的话 Tiger还是这盘给了KT很大的压力啊 哎 你看到兵线上一直是在往KT那边在推 是的下路这边Div的交易拉断了链子 Div的这局又是女神类加上萃取的这种出门 这边Div的基本功还是很扎实啊 补刀并没有落后 但是推线全一支 就现在的问题是在于KT这边三条线 都是在被Tiger推 所以导致现在KT的支援也好 控图也好 控不起来 三往这边去偷龙了 偷龙 这波偷龙应该是有了吧 无法阻止啊 这个时候 现在推不过啊 线推不过去 KT这边又动不了 动不了的话你的也许就 哎 这波可以 这谁啊应该是露露吧 马塔A了一下那个占谷花朵 对 马塔还是老谋生算 哎 这波如果照不到的话真的要被偷掉了 是的 哎这为什么不吃完啊 留两个 那两个给核刀线吧 这叫 证人玫瑰 手 手留玉香好吧 我觉得这个强迫症根本受不了啊 反正我每次一定要吃完 就哪怕我血满了 那果子我一定要吃完 你就不给别人留两克 就有队友我会留给他 但要我一个人我基本上一定要吃完 你不吃完很难受啊 这种 RQ打到 放这个位置交影子过去减速到了 的 让它几天 supply 过来 哎呦呦 已经完了94滴血 大战的话这波不打了 哎 反正龙已经没了 哎 反正这边跟miki打了一波 这边是空了一个技能 但是总的来说 他打miki这个血量还是挺难的 是的 他这不大招二的没炸多少血 没炸多少血 对啊 他好像是大招拉近距离去了 他这个进化虽然说 能解一下虚弱或者禁锢吧 但是总的来说 还是打不过这个瑞泽 哎 瑞泽中路带个虚弱 结真的是拿头单杀 除非优势很大 这大树状态也不好 现在score要尽量往上面去靠一靠 总的还是视野啊 你看这盘KT的视野被爆的太厉害了 来 现在视野根本没 没有这个功夫去住啊 我来想蹲一下 看看胖会不会冲动啊 放那边也是先做这个小隐魔刀 这样的话自己的大剑可能会稍微慢一点 哎 死高里面被控住 要打一套了 完了 交了个死亡闪现 这个闪现没什么必要啊 是的 主要是他被瑞兹一W倒之后 这空子时间太长了 哇这一波好伤啊 米凯对盘感觉要carry的样子啊 给个镜头眼神很凶狠 哎 中路怎么现在又推进来 截这边塔 这边不是很安全啊 现在 哎这要拿一圈塔了 哇 这盘tag前期截斗爆炸 胖这边大招还差大概十秒左右 这边大手过来守塔 Smell这边的意识还是非常的不错 是的 强行是把这个一圈塔守掉了 走位 这刮到也死不了 有个盾 是的 哎 这一盘感觉KT有点难啊 哇 这边泰坦也来中路 就是压制住胖子的这个杰 只要把胖子这边的杰压制住的话 瑞兹就可以带节斗了 是的 最好是能尽早的把杰这边一圈塔推掉 就舒服很多 我掉的这边补刀确实还是蛮 还是很扎实的 好吧 掉的这个补刀怎么这么多啊 基本功真的很好 光刚那之魔被抓掉以后也很难过 主要是把闪线打出来了 很伤 大树现在出到水银蝎加一个斗篷的话 应该也不太怕这个泰坦 但是现在主要的问题还是这个线 推不过去 这边这个医学塔感觉迟早要拿 这边全员来保护自己的医学塔 这边妈他总算是有一个功夫来做一下视野 主要是现在下路EZ这边压力不是特别大 对 我觉得这局可能中期要看Dift了 Dift在这边发育还可以的 这般可能要指望Dift开水了 这边就是照到了Scott的一个位置 现在KT的手塔倒是做得很好 这医学塔迟迟没有被Tiger这边推掉 稍微保留一下自己在中的一个堡垒 这医学塔确实有点岌岌可危的意思了 不过 守得真的很坚决啊 KT这边轮流来守 但是这个塔的话感觉Tiger还是很想拿 这一波过来还能守住吗 这一波应该是要让了 太坦已经绕大后了 这样医学塔应该只要被推掉了 这盘Tiger真的前期打得很漂亮 他们就很明确对吧 压兵线做视野支援推塔 就他们这一套流程做得很清楚 我感觉 炮那边也是没办法 这边是医学塔被迫 现在KT在这一盘14分钟陷入了僵局 是的主要是现在也 slip这边对线也劣势 也很难做到像上一局一样 你打到哪都由slip支援过来 而且主要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KT这边就即便说 能拖到中期装备成型打团 不好打呀 能不能打得过这是个问题呀 对吧 Tiger首先这边的输出点 就比KT这边要多元化一些 然后发育的又更好一些 对啊 而炮将军这边是作为KT 可以说在中后期的一个推线的 很关键的一个点 但是现在的发育比较一般 所以现在在拖下去的话 KT我觉得他们也不好过 看一下KT在之前比赛那种小配合 或者说那种支援能力 能不能帮他们在中期打开一些局面 现在目前看起来中期是很难打的 就即便打到大规模团战的话 Tiger这个阵容也是更加合理 更加扎实一些 KT的话感觉像ED像杰这种英雄 还是要把自己的灵活性能打出来 可能才会化解团战的一些不足 我一阶这盘发育还是挺不错的 哎 哇 炮将军打不过啊 差 再差一下普攻要low大了 他打了我估计就打死了 对 九层这边只能过来保一下 瑞兹这边倒还比较冷静 我觉得Micky刚才 早一点直接开车可能都要杀了 对 瑞兹这边比较冷静 中楼现在玩不下去了 方天军这边中楼现在自己玩不下去了 还好是下楼这边确实这两个人比较定心玩 这局 对 要看deft了这盘 这盘感觉要指望deft了 打他几个点的话 现在暂时来讲都被压得挺凶的 是的 杰动不了 上楼的话 Smip也守不了他 哇 这边瑞兹一动 你看Smip 这一步 即便他这种身板 都要忌惮三分 现在Tiger已经把推塔节奏 齐速了 男枪打得也很好 别说了 对吧 我觉得这主要还是因为南昌这英雄这版本真的强 这个英雄第一前期刷野野去对拼墙 第二他痛痛能力太强了 就这盘玩 这个男枪给胖这个点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对一是给胖二是野区不是还杀了一次Score吗 就是让Score这边野区也很难打 另一点就是真的我觉得九层这个版本上单吧 确实还挺强的 但打野真的竞争力太差了 阿野的话他相较于其他打野怎么说 那种爆发能力伤害能力差太多了 我发现Score这个人就现在连蜘蛛都不拿的 因为他蜘蛛就是他你发现他玩蜘蛛永远只有一种流派 就是纯肉蜘蛛 就Score最夸张的是他去年打了一场蜘蛛 他出蜘蛛的你知道吗 就他是那种连符文回升都不出的 那是真的有点贵 对他特别喜欢玩那种纯肉蜘蛛 所以他现在他发现这个桶子以后 他连蜘蛛者英雄都不玩了 这一波可能是KT的最后的一个机会了 这一波如果土龙再让的话 我觉得这盘真的很走远了 踢的位置不敢下来 那可能土龙要没了 这土龙再丢的话真的走远了 现在TIG的龙树 一条土龙一条火龙也是非常的美 哇 这盘KT怎么感觉在前期被压的这么凶啊 有点哑火了 对 主要还是BP没有拿到线上能有优势的组合 我觉得 我觉得是红色方斥军拿的太软了 我也感觉他们太早的选择 像大树这样的英雄 没有办法自己的线上优势打出来 尤其是打野又拿了一个酒桶 你说这个阵容 其实我刚才想了一下 我们不考虑英雄史的情况下 你说打野拿个螳螂是不是都可以 嗯 因为你看这样 以螳螂骑马配合上路 还是一个稳定的控制点 怎么说呢 我感觉KT还是这盘线上拿的太弱了 这盘KT的阵容线上真的太弱了 完全没有第一盘那种 王霸之气 线上的压制力 而且他们现在打法也比较看线上的 这盘线上如果被被打穿的话 那就比较考虑他们的运营能力了 但现在经济的落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主要还是说 场面上看着 对 主要还是场面被压制了 经济的话倒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只有1000左右 就这其实Tiger现在是转腰和没怎么转买卖 但主要就是怕这种局势持续下去 KT这个阵容不是很能承受得住 现在慢慢的要把大树截 要叫到边路来带一下了 胖娘这边一直在中路手塔 胖娘这盘确实手塔的压力太大了 一直在被男枪骚扰 这个塔掉的时间太快了 是的 这盘的话就考验KT的运营能力了 在之前的采访上面也表示 KT现在对自己的线上能力是很自信 但是对自己的运营能力 还是稍微有点担忧的 这盘非常考验他们 所以你会看到他们为什么两轮打SKT都没打过 就是中后期的一些运营的细节 就是我KT赢那两局 都是前期把SKT打爆了 抓崩了 但是一旦陷入一个军事甚至劣势的情况下 就那天他们打那个BBQ吧 是BBQ吧 都是感觉前中期优势很大 但是中后期 运营上面或者说一些失误 追大过去了 可能杀掉吗 哇马上杀不掉啊 就没人再炸回来一个 Miki Miki是所有事情发运很飞 这个点千万不能死啊 插一下 哇这边是被Dev收掉 这波很关键 对于KT来说很掌士气的一波 这边还能追一下南枪 南枪那边英雄大招往后拉 九层的减速挂到 这样的话EZ又是过来收到一个人头 Dev在关键时刻站了出来 真的还是看Dev 这波能不能带着队友 拿一下这个大龙啊 大龙还有几秒钟刷新 有没有机会 这波可能是KT的一个翻盘点 这波真的有机会 拿大龙的话真的要 感觉要翻啊 而且这个时候泰坦 TD刚才取消掉了 对 哇这一波感觉Tiger 遭了个重啊 这波被抓了个机会 真的是被抓了个机会 这波感觉Tiger 真的是失误很大 那这样的话KT 把军面扭转过来了 这个大龙再加两个人头 对于汤姆来说 实在是下跃中 这个大龙拿完 我觉得KT就可以展开自己的关键时刻 关键时刻 我看一下这波 这波泰坦不在的 对 真的是泰坦这边第一时间也没踢 这波九筒这个配合 Snap的进场 直接把Miki给秒了 如果Miki不秒的话 咱就泰坦要过来了 对吧 泰坦是最后取消了吧 泰坦都取消 他看到Miki死了 对 这波我觉得Miki的走位 是被Skall带到了一个 他的那个注意力集中在哪里 几筒的男枪身上了 是的 他没注意到那个Skall从侧里杀过来 直接把他给炸了回来 而且关键是 我很想知道 Miki这局为啥这闪现就祖传的吧 嗯 他刚交闪现交的也没啥价值了 他闪现接了个大招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残血了 就我觉得他早一点交闪躲九筒的E 而且现在我说实话 九筒那个大招因为空中有个时间 嗯 就他你在这个被一闪击中的情况下 他直接丢大 你甚至有的时候都有可能交闪躲掉了 对 九筒现在一加R 一闪加R那套很难很难奏效 嗯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Tiger对 就是KT打Tiger第一轮的数据 第一轮的数据 KTA啊 包括经济战 我这时候好像是揭幕战吧 揭幕战吧 KT打Tiger 好像是揭幕战 对 好像揭幕战 我也觉得揭幕战 揭幕战的话KT赢了嘛 虽然赢的不是那么厉 但是 一轮还是赢了 啊 这个时候有龙buff了 这杰拦不住了 这个胖就在等这个龙buff啊 是的 这有龙buff以后带现速率就起飞了嘛 拦不住了现在 感觉Tiger那波确实太伤了 你说那波死两个人 我觉得都影响不大 主要是将将好 你说早 我觉得 早一分钟死 对不对 早二十秒 早三十秒 早三十秒死 我觉得都不至于 那个龙都刷不出来 对 就你顶多是打完那波 拿个峡谷先锋 所以有的时候 好吧 天时地利人和 时也命也 或者龙和好吧 那些龙正好就刷了 没那个龙的话 感觉都不至于这样 你看这个龙带了KT太多的资源了 有这龙buff KT连续把塔推掉 然后现在塔数已经扳平了 现在 Tiger这边唯一的领先 可能就要看这个小龙了 小龙的话 还拿了脸上比较扎实的 一条火龙一条土龙 上路庞将军这边 已经到了二塔了 有个大龙buff带现 这个舒服多了呀 来 这一波我确实是觉得 Miki如果说能够把那个 Skull那个闪 那个 炸魂轮闪现掉的话 闪现躲掉的话 这一波其实Tiger都不亏的 Miki死了 那龙没了 太坦也没下来 这波KT把握到了这个机会吧 看看他们中午期的运营 能不能把 现在的一些小小的优势扩大 当然现在也不能说 KT有多大优势吧 只能说Tiger把前期的优势送了过来 进化解掉 哇 这边两层盾啊 完全打不过 胖这边完全打不过 要交闪了 用两层盾再加一个虚弱 即便有进化还是没用 这边是绑到了一个 泰坦 炸回来泰坦 这一波炸的很果断 这波的话又反手一勾 看来这边的血量有点低了 这波一个E过来 南枪 南枪能不能秒掉 一个KT没有中 从来不这边又是爆到了一个 哇艾希被杀 这波瑞兹跟胖将军都不在 但是正面战场 明显感觉Skall跟Smip的一个前排构架 再加上Def一个输出 直接是把Tiger打退了 这就是选完人的时候我们说的 就KT这种选完人 我们就说这种团战很扎实 因为两个大汉顶在前面 确实很舒服 这波我觉得九筒炸得很好 其实有的时候九筒 就应该把前排炸过来 不要犹豫 Smip捆上以后 Skall这边心领神会 直接就炸回来 首先我炸回你的前排 然后把你后排稍微炸远一点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很很合格的一个九筒炸 是的 如果一直想着什么炸ADC啊炸什么 这完全不现实 就抓住可能出现的机会 对啊 不犹豫我觉得他这个大招炸 狗奥飞得磕球 一定要炸C位回来 当然这一波的话 Def的输出也是完全打出来了 现在Def的输出 还是要比IC稍微高一些的 对啊 他这两件套太变态了 对 所以这段时间我觉得Tiger 诶 这个筒头再拿掉的话 我觉得 你不好说啊 你别说对吧 这筒头拿掉 我觉得Tiger的操作空间就大了 有翻盘点我觉得 真的对 这操作空间就很大了 哇 这下筒头又拿下来了 KG这盘确实小龙的控制有点弱了 前期推陷推不过 线上也有烈士 没法征服 然后这波正好打完 推了二塔回去了 漂亮 这盘我觉得这个男枪打的也挺好的 控龙控的很稳当 现在主要的问题还是 胖将军这个点的丹带起追不了 感觉刚刚那波大龙buff没了之后 现在胖将军丹带还是有点难的 他现在打不过这个瑞兹 太坦的话他也杀不了对吧 想拼命反个蓝 这个蓝让了 但是主要是现在正面团战 你4v4打不过 你就算是单线打得过 你4v4打不过 对 主要4v4现在 戴布在这边输出很给力 然后再让KG的两个前盘 哇这什么东西啊 他磨切好了 就一个Q 这时候要寻求绕后了 能不能趁着胖将军不在的时候 寻求一波绕后的机会 对于Tiger来讲 对 太坦这边传送也有了 包括瑞兹开车可以带他 送太坦上车 瑞兹可以送个太坦过去 现在KT还是一个4v4分推 胖这边的 在上路的冰鞋已经带到了 那瑞兹要过去了 那瑞兹一直被牵制 正面就很难打 又是一个一闪 想炸南枪 但南枪没有被炸回来 太坦过来的话好像还能扛一会儿 这边Dev的第二时间进场 先打太坦 这边杰是打了一波AOE伤害 勾了一下Smip回来 Smip又是勾 抱了一下Miki 想炸Miki吗 但是两个人配合还没配合好 怎么 换是大了一个艾希啊 这波的话是杰跟太坦的一个互换 但是Smip的血量已经很低了 Mata也是残血 这波的话感觉是不是有点贪了 是抱了一个Miki 然后那边大了一个艾希 我没看错吧 艾希这边交叉不好跑 我本来以为他们是想杀这个Miki的 哇 但是Dev的出度是真的很高 一过来又是逼了一退 这里是被禁锢了一下 没有第一时间爆出来 甚至刚才杰过去 直接大那个死血的男枪也杀了 对 我觉得他带艾希这个选择真的不好 有点贪吧 是不是是不是人态度打错了 R技能智能施法的情况下点错了 我是真的感觉大艾希是最差的一个选择 对吧 就刚才瑞兹跟大枪 大残血男枪 我觉得都有机会第一时间秒掉了 哇 这边瑞兹直接出了个中亚 那这以后再也别带瑞兹了 哎 这波好歹 看一下 是不是我看错了 我没看到吧 那他大的是艾希啊 我也感觉他这波完全 这个大招是没有炸回来 挺伤的 大了个太惨了 然后EZ第二时间进场 伤害还是很高的 别把参与打废了 看这边 这个时候影子卖完 大招刮过 这已经死血就蛮强了 啊 这波大艾希这个 感觉大个瑞兹也死了 艾希跟浴缸是蛮血的 而且还有双招 而且还有双招 对 龙又刷了 这个时候大龙刷新了 这个时候 Tiger其实是有机会的 只要能够造成一波对方的减员 两土龙打这个大龙非常快 哇哇哇 哇这个戴亚普特好凶 哇哇漂亮啊 这波戴亚普特直接一脸破败 配合自己的攻击直接把 闪现躲了剑 他一脸破败打也就算了 他闪现贴脸躲了剑 然后把艾希单杀了 鹿鹿又是给个蛋 哇这波戴亚普特打疯了 这局 有点帅啊这波连招 哎你记不记得 上周在打完SKT之后 其实很多人在质疑 嗯 就说这个人 感觉现在是KT的短板 就质疑他你知道吧 但是说实话吧 我觉得那天打 特别是打SKT那天 那天我记得SKT是什么 蓝博 狮子狗加个什么 加个结 哇那个这种 讲道理的话 艾希确实很难发挥 我们现在这一波吧 哇我觉得这局 这局 就尤其是这次拿到 伊瑞瑞尔之后 太变态了 太变态了 刚才这个真的是 硬靠个人能力找机会 哇 这里个男枪也是被杰一套消耗打残 这边先推塔 先推塔很稳道 这边看一下大叔可能个谁 可能个米奇 但是米奇现在是有精神的 这边大招是挤了Dev的 Dev的输入最高的 大招是反过来拉一下 但是这边Smip要倒了 KG这波是不是有点危险呢 这边杰进场又想杀艾希 艾希刚复活 啊又被杰收掉 这里杰的话是残血 炮强运还能跑吗 哦居然没有死 而且Score绝对了两个 米奇的话也是被杀 这波KG阵型的拉扯 真的非常的漂亮 这波炮强运的进场 秒掉了艾希 然后Score又是顶起来两个人 让Dev找到一个 非常舒服的输出环境 哇哦 这波的话KG要打穿 打穿才对 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这局全靠着Dev的个人能力在打 这一盘Dev有点变态感觉 这一一的输出爆炸了 我觉得就是你 我觉得来到这种职业联赛的阶段 尤其是LCK这种竞争这么激烈的联赛 你其实很难看到说 靠一己之力改变战场局势的 刚才这波真的很难看到好吧 我们说两年前你看到这样的操作 我觉得是蛮常见的 现在这种 美K刚才那波 美K这边没办法直接开金身对吧 然后躲了个九种大招 然后在这边被痛一下 这Snap死了之后 KG做的事情 我觉得很变态 你看这边接近了 接近了 然后自己没死 露露又给了个盾 然后太太跟过来 结还没死 出发一个隐魔刀 哇 胖将军真的是服大命的 然后九种又是遇到两个人 让Dev找到一个输出环节 把美K给秒了 然后胖还用刚才那个影分身的飞镖 把美K给收了 哇 胖将军 不动如山 面无表情 这盘感觉KT在前期局势 不是很有力的情况下吧 真的是个人能力展现出来了 几波的机会抓的也很好 当然我觉得Scolle那波 包括炸瑞兹啊 包括他在中后期的一些这个顶啊 我觉得做的都很好 对 这盘其实Scolle我觉得 也是一个无名英雄吧 虽然Dev的这盘确实很carry 就我觉得九统的英雄现在 不是说不能打野 而是因为打野的时候 前期技能力太差了 比较软了 前期比较软 你打打团的话 当然游戏Scolle这种老九统 对吧 打团倒是没什么问题 当然现在也不是说Tiger就没有机会啊 现在只是KT这边破了一路 看Tiger这边最大的机会 还是在于他们的小龙控的很好 但是这个小龙现在在这么大的经济劣势下 能不能写到那么关键的作用呢 哇超级兵又过来了 包括还能不能抓到一个就是结赛去担待 然后自己然后开团的机会 我是感觉这盘看出两个对 就是最大的差异是在于机会的把握不是 没有KT这边把握的话 直接打龙 这个时候 这个龙打的不是特别快 这打的真的不快 这波是不是Tiger一个机会啊 我们看一下 Tiger传动过来 KT这边应该要让了 胖在这边能量不是很高 先杀泰坦了 这边一键射到一个smap 直接胖一键往后一拉 这边两边前面在砍伤害 看来这边要了个闪现 这边Dep直接一到高地 要杀Ki Ki这边是跑掉 但是smap这边好弱 还没有倒 Miki这边被挂了一个虚弱 这边艾希又是被切死 结晶上以后又带动一个南枪 Miki这边只能跑路 这边落单的一个Tiger传 被EZ又是收掉了 Miki这边被减速到以后 有没有机会 一个减速没有减速到 但是又被捆了过来 加也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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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话应该可以一波了吧 对方自己开加了 很机智 主要是打到这个阶段 那两个扎实的前排 Tiger已经解决不掉了 Dep的这确实有 Dep的这局打得也很油 这波Dep的可以 跑得变加些加去了 我没想到 这样的话 凭借着大龙那波B团 KT依然是在32分钟的时候 有惊无险吧 拿下这场比赛的胜 我觉得还是那波太伤了 那波在大龙的时候 瑞兹被秒 然后被秒 大龙那波太伤了 那波完全把局面给逆转过来 后面的话 KT就把握机会能力 就体现出来了 他们很变态 他们滚雪球能力太变态了 他们稍微有点优势 你看他们 那个雪球滚的 就感觉雪崩了一样 是的 反而Tiger这边有优势的情况下 我觉得他们真的 太柔了 大龙 滚雪球能力吧 我觉得 我觉得特别简单的一个道理 就是现在在LCK联赛 倒数的几支队伍 最大的问题 是他们前期能取得优势门道 但是他们很难把优势转化为更大的优势 或者胜势 这一盘就是体现出两边的滚雪球能力 抓机会能力了 待会看看第二个输出吧 有点夸张 很遗憾 我觉得对于Tiger来讲 是挺可惜的 因为真的前期 他们那个F6的争托战开始 对打的就很不错 然后他们三条线都是兵线往过压 是的 然后开始做视野 开始控龙 前期 Tiger这一盘前期真的是世界级的强队 但是中后期好吧 滚雪球的能力体现出来还是有差距 而且还是漏了破绽 就真的是漏了破绽 被KT抓到几回了 对 就你稍微一个走也不剩 最后一波了 这波其实泰坦传通这个位置也是没办法 他不可能不落下来 对 但落下来之后你看 九筒跟大树哥俩顶在前面 没有任何人打得动了 这大树有一段时间已经冲进去 你看这个九筒这个E 对 这个E闪直接炸三个 大树那波冲进去一扛四了已经 一个人扛了四个人的伤害在打 你给这边交一个闪 然后Dave这会儿已经往对方寄走了 这个最变态的 我刚才在想 Dave的人呢 这样就跑得变高地去了 我觉得还是应该放一下中路那波单杀掉爱惜的回方 那个真的太变态了 那波个人能力的体现了 那个太变态了 那个我觉得我们因为我们演播厅每周会减那个LCK Top 10吧 我觉得那个一定要上方 那波还是在这种就是军事的情况下吧 就是说这个队伍需要我的情况下 我站出来 对吧 对我需要我的情况下我能站出来 这个对KT来说是非常需要的 这就跟什么你现在只有一点点领先的情况下 跑不去干拔了个三分好吧 就刚过半场干拔了个三分 还是那种就是很让对方很绝望的那种 就没有办法去避免这个事情的发生 这个确实我觉得这局比赛看下来结合第一局来讲 KT在前面能拿到优势情况下 比赛肯定顺风认水 但这局其实是前面稍微三条线都有劣势 再加上野区的视野被控制的情况下 KT凭借自己中期找机会比较强的阵容 找到了机会 大龙一波 而且确实天时地地龙和 打完之后大龙直接刷新 而且我觉得斯高这个选手吧 就他真的是 只要有机会他真的赶上 就斯高这个选手 虽然有的时候说他风格偏实草 但是这个人其实是真的是 敢打敢拼了 有那个獠牙的 他关键时刻 你看那波炸瑞兹 包括他后面几波团战 你可以看到九桶的发挥也非常的好 就他跟smap也是承担了一个前排 当然戴夫的这盘输出确实打得很高 但是我觉得这盘KT的前排 也是起到他的作用 刚才说石草有獠牙 让我想到野猪了 这好像不是一个好词 野猪 但野猪也很凶横 野猪还叫什么 豪猪吗 豪猪是浑身长满刺的 还不一样 不一样 那豪猪应该比野猪凶一点 没有 豪猪个头比野猪小 就豪猪是那种 还有一种猪叫油猪 你知道吧 不讨论 不讨论出了 主要是我觉得这局 第一是中期KT机会抓的比较好 第二是确实 戴夫特的个人能力 淋漓尽致 而且戴夫特这局一上来我们就在讲 他下路虽然是线不是很优势的情况下 但他补刀一直很多 这个看一下结局 在最后赢的情况下领先了9000的经济 但是你会发现在龙上 其实Tiger这局龙控的很好 我觉得Tiger还是没有把握自己的机会吧 他们前期那么顺的视野 那么顺的龙 那么顺的一个开局 包括也拿到一血塔 但是他们滚血球能力确实差太多了 你看他们优势局没有把那个血球滚起来 哇 2万9 3万的伤害 是相当于说上单跟中单的一个总和了 哎 再加上辅助的 再加上辅助的 一个人打了这三个人加一起的伤害 太变态了 我觉得 确实这局没有办法 我觉得 戴夫特相比 戴夫特的EZ确实很轻 就现在我们来说 我们印象 现在还在打了比较强的几个EZ 戴夫特的是一个 半则瑞尔好吧 半则瑞尔 然后Mistake是一个 戴夫特的EZ也可以 Mistake也比较强 这种用EZ的人 在这个版本里面好像又有点起来了 蛮吃香的 这个版本EZ真的可以 但热神也加强了 对吧 然后再加上那种破甲流AD 可能之后还要削 这是我们今天第二场的MVP 对 当人不让 作为一个AD选手 能够拿到500分 900是什么东西 900是什么东西 分局伤害 这是什么东西 谁会告诉我这个900是什么意思 有见过更高的吗 900太夸张了吧 这局因为时长不长 900太夸张了 900确实有点高 我比赛里上次就忽妮那个8万多已经非常多了 但这个分局伤害打的这么高 确实非常非常强 那这局KT也是有惊无险吧 我觉得 所以还是下次我们再看KT比赛的 还是希望KT能够给我们展示更多运营方面的这种特色 是总的来说的话 KT他们是一个通过线上的优势来滚雪球 然后来碾压你的这种视野你的节奏 但是这一盘的话 可以看出来KT他们在前期有逆风的情况下 他们抓机会能力还是蛮强的 而且这个战队的话 他们一旦有优势 你很难翻 真的很难翻 是的 好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吧 一会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第二轮BO3 也是龙珠队上三星的大战 那大家一定要记住7点准时来收看 大家也别来的太早 你可以看一下隔壁的LPL也可以去吃个饭什么的 是的 我们也吃个饭 对吧 我们也稍事休息 7点再见 是的7点再见